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 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我是Norad 那我們今天的盤是真的只有一個字 就是慘 而且開高走低啊 基本上應該套了不少人 對 套了不少人在這個山頂 或是半山腰 然後很多真的很多 都直接疊到快點心板 就是一些 呃我們之前都蠻常在討論的一些 就是有一些頸線啊 一些生命線啊 基本上在今天都疊穿了 對 那疊穿該怎麼做 一就是尋找你的這一個 應該說你要去思考的是 你這一檔呢 你是要放長期 還是說你只是想要炒一個短線 好 那再來就是思考說 那你的資金的有多寡 那你要在哪邊去做加碼 那之後如果說你第二碼 就是說你要如果是說你是想要炒短線的話 那當然就是在他跌破的 然後往向下去抓個多少空間 然後就走 對 那你可以發現說 如果說你是這樣子去操作的人呢 就是我剛才講的第二種 你是在這個他跌破多少價格 然後直接出場 或是甚至說 你有設一個這個智慧單的這個停損價格 基本上多方啊 你在今天應該受的傷會小一點 對 那我自己 我自己在幾天前也是把這個空單給這個放掉嘛 對 然後現在目前首戰的空單也是很少 就很少 所以基本上今天呢 對 今天其實就沒有太大的獲利 然後今天在早上開盤的時候有 應該說在昨天下午3點的時候有買這個期貨 對於想說他應該開在底部 然後有去買這個期貨 那在早上開盤的時候瞬間 也沒有瞬間啊 就是大概在開盤 真的在開盤的附近就 把他給這筆單就是獲利了解 之後轉手做空 因為剛好到達我們這個 期貨這個15800左右啦 對 就是他有點上不上去嘛 對不對 然後也是賺了一段 然後想說 應該會開始有一個跌反彈嗎 所以也在中間走了 然後後面還有更大一段這個肉可以吃 也是沒吃到 對 所以現在手上呢 我目前自己的想法就是說 呃 你們可以去檢視一下目前手上的這個 個股如果說他已經跌破了一些線呢 那我是比較強烈建議可以先行先走啦 對 可以先走 那 呃 走了之後你就要看說你到底 還看不看得懂這個市場 那如果說你看不懂 然後 你還是這樣亂買什麼追突破要幹嘛的 因為 其實大部分人很喜歡追突破為什麼 因為追突破之後感覺上 喔 隔一天就有機會去去漲 對 不會經過可能一兩週的盤整之後才漲 對 那我覺得在現在此時此刻真的不是用啦 因為 因為受到全球的 算是美國的影響啦 我覺得是說美國影響比較大 對 因為像這個中國大陸啊 陸股那邊其實他們的 呃 還是因為之前在去年已經跌升了嘛 所以現在也在反彈 所以基本上現在台股 受到最影響的就是美股嘛 對 那 現在也不是說什麼一個什麼盤整盤或幹嘛 就都不是 就是一個 呃 就 趨勢是 呃 在之前前兩週都還是 欸 感覺上有機會突破的一個點位呢 欸 突然就來一個回馬槍嘛 對 突然來一個往下跌 往下踹這樣子 所以說 目前呢 如果說看不懂就 呃 空手吧 那如果說 你要接多的人 我比較建議就是 你把資金呢 拆得更散一點啦 就原本你可能原本想要 呃 買個十張好了 那你可能到達這個支撐 我就先買個兩張 至四張試試看 然後疊到下面那個 你再加加買這樣子 我的想法是這樣的 那就是說 呃 你也可以慢慢買 用零股慢慢買 就是你找到這個支撐呢 你就慢慢的去買 我覺得 比較好啦 就是資金又開始可以去慢慢打 有可能 現在 又會開始去走一波 像 4月25號開始 到5月中旬的那一段 這個比較辛苦的路程 真的就是 有一波往上反彈呢 我就會進場去空 如果說比較強勢的反彈 我會盡量 就是進場 就是去不空 那有殺低呢 我們有到達支撐的 那這個支撐呢 已經現在 現階段已經先不要去看一些比較 已經突破 然後回踩那個支撐 雖然說也可以 那當然你是很多都被殺破了嘛 就是殺下去 那我們看的是一個前提點 我們4月底的那個前提點 我覺得會比較合適一點 就是去盡量在4月底的前提點 你就算在中間進啊 你在4月底的那一個前提點的位置呢 再去做一個比較深度的加碼 那當然會不會有機會跌破 都還是有機會嘛 對所以說 此時此刻 我覺得不用去看什麼指標 看均線還ok 因為現在 其實基本上 所有均線幾乎在那次反彈之後 又跌不下來了 對 好啦我們就直接開始來說吧 那今天就監展待過 因為蠻多個舞其實基本上 都是往下殺 對我今天也有借多 不過借了之後馬上就破這個線 然後剛剛在尾盤的時候 沒有在看盤 所以基本上又 對明天應該 沒有再馬上回來的話 就應該會除掉了 好我們就 再看家群指數吧 今天的成交 成交量是放大的啦 就到了2700億 那這一盤啊 主要 主要的話 應該在最尾盤的時候 對 當然最尾盤那時候 是又爆一個量啊 對最尾盤 那基本上量也蠻平均 其實看不出來有什麼 這個在接的感覺 那我們再往下吧 就是前提點了吧 就是15600左右 對那目前這個 期貨跟我們這個家群指數的那個點位差的蠻多 因為 呃就是因為他換的這個契約嘛 對昨天稍微有點講錯 說他開D 就會有這個觀眾指證我 對是是沒錯 他不算也不算開D啦 對不算開D 因為基本上他的點數的跳動還是 順應著我們今天的盤勢嘛 對我們今天最高收到16098 然後我們那個期貨部分是15800左右吧 就是他的浮動還是差不多的 那就看什麼時候他會跑的跟 跑的近一點 那今天是有看到這個出貨的這個情況 我覺得應該算出貨 因為應該是蠻多這一個 那個量能都在這個中間那個比較高的地方開始到 然後一路到尾盤 那雖然說有人去接 不過一樣啦 就情況不是到那麼樂觀啦 我覺得好看一下期貨的部分 期貨呢 我今天應該說昨天啊 昨天的時候就有操作一筆嘛 那就是說 從那時候這個位置去做進場吧 我是進場之後才開始在講復盤 那之後拉到這邊的時候是除掉啦 因為其實我就看自己畫的線嘛 之前的前提點 就比較簡單一點啊 就是就除掉之後反手去空 那樣也都有抓這個停損啦 抓到中間這一段吧 中間這一段開始在 在狠的時候想說應該差不多了吧 結果就放掉了 放掉之後哇 就是跌的更慘 那目前尾盤是有爆大量的情況 所以是希望等等這個三點開盤的時候 是有機會再回來 不過目前 美股這個納斯塔克指數這個 起貨啦 這電子盤它在持續走落 對我們早上有發現的動態嘛 對 那這個部分就大概簡簡到這邊 喔對我們稍微看一下啦 我們稍微看一下這一根爆大量的這一根 對我們後面會不會影響 我覺得多少有啊 因為它的量是 就是我們看一下大概13291口 對那 這個量是算是還不錯啦 是還不錯 所以說 一樣啦這邊抓一個範圍嘛 假設 就是1540這邊當然做一個分水嶺嘛 分水嶺那 假設明天早上開在這邊 那就是有機會往上 那明天早上開在底下 還是比較有機會往下 就是這樣比較簡單去看就好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櫃買 櫃買就是疊得更慘 直接殺下去啦 真的是 這個盤是不是很OK啊 那現在目前呢 一樣啦他 在疊下來的話 就看這個地方吧 就看這個地方有沒有守 然後就是來判斷他的強弱 也不是說拿來接或幹嘛 反正就是 呃判斷他的強弱 如果說他一樣守在他這邊 上下上下 然後回落下來的前提點的話呢 他再次反彈的力道是相對於是比較大一點的 就簡單看就好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金龍指數 金龍其實就是在禮拜五的時候開這個股東會嘛 就是算是明天吧 對忘記明天還今天 呃明天啊6月17號 呃就是整體的情況差不多 沒什麼疊也疊不太下去 對 所以說盡量去找這種 主要今天稍微挑了幾個 所以 呃如果說你是比較 新戰比較小顆 那可以去找一些金龍果去金 或許還是可以賞一波 短價差 好我們看一下墊子 墊子就是 呃有機會啦 就快要到底部啦 那今天量的時候放出來 不過我覺得應該是個出貨的量 因為長黑可以又爆一個量 我基本上我會這樣認定 因為今天開高走低嘛 那如果說不是開高走低的話 這個量我覺得 感覺上是有可能再接 不過開到口肌的情況下 應該很多人會套在這邊 然後掉下來就接 掉下來就接 那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目前就看他低點 我們看波段的話 我們就看波段就好 看他低點嘛 低點是717左右 那如果說這邊再次去跌破 再次去跌破的話呢 對就是整個 電子的指數呢 整個又被拉下去啦 對整個整體的 因為他佔大部分的成交量嘛 那2700億他佔了一半 1454億 所以我們再來看看航運 航運昨天 只能說我算是我跑得好啦 所以我跑掉了 就是那今天其實基本上 很慘啊 我覺得蠻慘 因為長龍也是又跌破了 我們之前 我們昨天找這個支撐嘛 所以在短期之內 如果說航運有再次反彈 我認為是空方 那當然比較 要不是用我們在講的這個 華航跟長龍航 這兩檔是還沒有 我覺得並未真的跌破整個這個區間啦 所以如果說你對航運還有興趣的 或許去關注這兩檔 對關注這兩檔 好通信網路 相對應真的是 在這一波這個 今天啊下跌的情況下 他還算是有守住啦 所以我們去稍微看一下 他的成分股啦 他成分股 今天最慘就跌6% 對那其他應該又跌的比較慘一點啦 對其他跌一個 那你可以從裡面去挑也都OK 反正就是看自己怎麼去操作啦 對那 這是相對應可能目前 看起來還在走一個 呃算是小多頭的這個指數吧 好 我們看一下那隻達克 那達克目前就 在那個早上發現狀態的時候 他剛好在這個吧 9點這個地方 所以 我那時候也覺得說 因為我之前有化線嘛 對不對 那之前有化線是有實質的作用啦 因為昨天打了兩根散線在這裡嘛 那這邊的位置剛好是我們 早上開盤的位置 所以 我就在那邊把我的這一個單 那個算是 期貨那邊把他給 補回來啦 對然後防守做空 然後他空到一半了我就走了 然後目前持續在下下當中 對 目前我覺得我看不出來他的底點啦 我還看不太出來他的底點 那 以這個情況呢 對就是先看這個 因為昨天有守這個下降局勢線嘛 這一條嘛 那就看今天會不會守住在往上走 那就目前應該是一個盤整盤 盡量不要再跌破會比較好啦 因為 畢竟碰到壓力了嘛 對 所以說 整體的情況呢 喔對 今天好像是我們這個台灣這個 中央銀行說要升息嘛 就還不確定 我不知道 我現在還不確定 我沒有去看新聞 那大家就是稍微去看一下就好啦 對那一樣就是整體的 納茲達克也不是太好啦 就目前是在往下走 那當然我 我會認為說 那他現在往下走的意義何在 他現在往下走 那是不是為了往上 那個晚上的時候 往上反彈呢 對不對 就是跟我們一樣的道理嘛 有消息 那時候有消息公佈之前 那時候在這個地方圈起來 那兩點的時候圈起來 不過他沒到這邊開始賭博嘛 他是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而且是上下去政府了 到達壓力也到達這個支撐 哇這一根真的是洗了 應該蠻多人在進場 進場做操作 所以說洗了很多人 對那不管是賺還是這一個 真的是阿密豆腐 因為是蠻可怕的 所以基本上會不會跌到這邊 然後開始反彈 不確定 不確定 那就先規劃一下 目前看的懂是這樣子 都還是 高檔回落都還是覺得他有支撐 我們這樣去看就好了 就這樣去看 因為畢竟也是明天我們才能再操作 好 那我們就來講這個 中探針6217啦 那中探針他之前呢 原本在上面 欸 盤的還不錯嘛 就是在這個大概65塊之上 那在禮拜二的時候呢 他是有往下去測 然後最低是62.7 那之後又收盤 又收回去65.3 所以基本上啦 這樣看起來感覺好像他只是在盤中出場 對不對 結果在盤 這個收盤的時候呢 一回來 那目前他是又往下一點 那如果說你目前手上有單的 那有可能是因為今天剛好 今天剛好這樣的盤式嘛 那可能是散戶 欸 到的比較多 其實是阻力在接 那這也有可能 但是 因為目前我還看不到 籌碼的部分 所以你們就自己去看吧 如果說是這樣的情況呢 那或許我們可以去 呃 等待啦 可能到這邊的低點吧 61.8 那如果說沒辦法的話 那就出場吧 對 就出場吧 如果說是卡在這邊做進場的人 那就做出場吧 我想法是這樣子啊 對 那或是說 明天可以直接往上漲起來 那當然是一件好事 那如果說明天跌破了 那就看自己要不要做出場 如果是我做進場的話 我在那個位置會做出場 那如果說順應著現在的趨勢的話 有可能會再往下去疊 對 那目前的看法 就先看這樣就好了 好 我們看一下紅海 紅海就之前沿著這個三三趨勢線走一波嘛 那之後開始 欸 感覺沒辦法再往上的時候往下疊 那目前的想法是 之前其實只有抓一條這個線嘛 這是111到113左右啦 就是111是這邊這兩個位置嘛 對 那113就是上面的這兩個位置 對 那目前的情況 我也比較把他認定為說 在禮拜二的時候 那一樣是有到這個110嘛 因為禮拜二就是殺低之後 殺到10點 然後再開始反轉嘛 對不對 然後他開盤是開110 所以就看自己吧 就是目前這一個範圍 目前在這個算是他 長過去之後 其實有點跟剛剛那個中探者有點像啊 他長上去之後然後回彈的這個範圍 那就看自己有沒有 呃 有沒有要做多啦 那當然就是這樣講 那當然上去他是長得比較慢 所以說買這一檔你就是自己要想好 因為他的幅度真的蠻小的 他長跌幅是蠻小的 那目前看起來是有點像中探者 那當然中探者這樣子 目前他殺破的話 如果說明天沒有直接再反轉回去 基本上應該是認定真正的跌破啦 那其實蠻多人會喜歡去接最後一盤 因為覺得說欸 殺低然後去買 也只是抓這個轉折 其實蠻多人會這樣操作 那就是看個人自己的風險的控管吧 如果說是接昨天的星星對不對 今天又被殺更低 又殺了快快要到底部了 好啦那個雙虹 雙虹昨天就說嘛 因為我就是有放在會員裡面 然後會員應該也只有這兩天 能夠真正買到比較低的價格 那我拉到這邊的時候是有出 那今天基本上全部出掉了 因為已經侵蝕到我當初進的這個成本 在那邊附近吧 對因為他其實禮拜 這是禮拜幾 上禮拜五的時候他是開低啦 他是開在174左右 所以那時候買的價格還不錯 那一樣今天殺下來就出場了 那當然今天在才做進場應該是蠻多了 不過我自己當初看的支撐是看在172 因為主要看這兩根的大量的底部嘛 就是大概172左右 那今天殺到169 我不排除明天會反彈 因為可是我目前看不到 這一個他的這個買超的情況 那我這邊就做一個假設 就假設說會不會昨天這個往下殺的這個量其實是 主力出貨掉了 那目前我會比較青睞的價格就 就150這附近吧 對那當然我們就可以直接去射嘛 對比較簡單一點就是這樣子吧 我們就可以直接去射 是好啊 剛剛說150嘛 我們155的時候提醒過啊 對啊 就是比較簡單一點啊 目前我都還是 覺得開始又要把這個思維再轉變對不對 之前在4月底 4月底之前說到這個上升趨勢線還可以買 結果4月底開始之後 開始上升趨勢線不能買很多就跌到 大支撐嘛 然後現在在那段時間改為大支撐去做進場 或是說一些 呃這個上升趨勢 上升趨勢應該是5月中到6月初可以這樣做操作 結果現在又又轉了嘛 又要進行一些改變 所以目前的看法就是有拉高 就是盤勢有拉高 我們就找一些相對應到達壓力的去空 那這個空你要看他有沒有這個利潤啊 對就是目前相發展 然後看一下新路 新路這個觀眾也是會員 他說買在30.7啦 對那其實這檔講的蠻糗 那我自己拉遠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說這個 大概禮拜二這個最下面這個28.25 這個地方算是一個不錯的買點 因為之前如果說你會看這部復盤的話 可以發現說之前其實我就是 這樣講啦 這邊是原本是壓力下來之後 然後這邊變支撐了 所以這邊這個區塊 那剛好也是我們上升趨勢線的位置 那目前這一檔呢 就是基本上這個下降趨勢線可以去刪掉 那刪掉也不是說他可以往上反轉要幹嘛 那就是抓的這個壓力位 就是進行一些小調整 大概就是變這樣子吧 大概變這樣子 就是說目前30塊呢 已經非常非常久沒有在收盤收上去了 所以有機會之後踩踩踩 然後之後就上去的機會可能還是有 好啦我們就看一下超浪行 那超浪行就看簡單一點吧 我們就看中間級別的這個位置去 去要接的話在這個位置 或是說你從這個高點的位置 一路步下去到這個位置吧 這個位置就是之前的這邊是壓力嘛 然後轉為支撐的位置 大概是29.5到30 就講簡單一點 就是這樣 因為目前就看低一點 會比較保險一點 就是看像這個位置吧 就是29.5到30這邊吧 好啦看一下支援 支援今天也是破了他的底啦 破了他的底 那之前是有抓到這個21 216嗎 對差不多啦 就差不多抓 然後今天最低是214.5 然後有些觀眾還說他什麼 拉高就空金 欸什麼什麼 他開高就空什麼 然後什麼今天爽壯 對啊就是今天空方啦 今天空方 那就是賺錢嘛 對因為真的蠻多 對我講解真的蠻多 就是拉著下一線這樣下去 那目前還有一個位置可以看 就是我們週間級別之前 把這線刪掉吧 因為沒什麼作用了 之後他拉上去應該也不會那麼快 拉到這個壓力 所以目前呢 我們一個看法是從 2021的5月17號這一週 然後連一條三針趨勢 這一波20 不是20 200 200這附近 那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會不會在這邊做反彈 那當然 剛剛有前面有講 我說 呃就是 在那時候在4月底之前說 欸三針趨勢線可以沿著三針操作 就在4月25號開始 很多三針趨勢線基本上要跌 不過跌到他前低 所以這一波其實不排除說 他跌到170幾這邊 然後 對是非常非常有可能 但是200這邊也有可能會卡住 反正就是目前如果資金 然後也長期看好的話 這邊呢才是他真正的 真正的上升趨勢線 什麼叫真正的上升趨勢線 之前其實是抓一條 等距離的上來 那這邊是比較強勢的嘛 就是抵這個位置 然後這邊的位置拉上去 那這邊是比較強勢的 那這邊才是他真正的上升趨勢線 所以這一波會不會真的回調到 他真正的上升趨勢線 然後開始做反彈呢 不確定 當然有可能 那如果說長期的人 那就是可以盡量觀察 對那 合一 合一也是我們這個 會員的股票啦 當然那時候我是 抓一個大範圍啦 抓一個大範圍 然後去進行一波的這個 這樣子的佈局啦 那其實這範圍其實也是蠻廣的 所以 有做到就恭喜 那這一波有機會了 只能說 因為他目前突破了下降趨勢線 這邊到這邊的下降趨勢線 那這一波應該是 有可能會到240 那如果說真的是到240的話 就在那個位置去做直營 我覺得是不錯啦 就是該抓這邊這個範圍 那你也可以抓到 230到240這邊吧 就是這邊是一個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嘛 這邊再畫 畫明確一點 這樣子嘛 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停住的點 都是這一個很重要的支撐壓力位 好那這一波是比較蠻有機會到那邊的啦 那就是看個人 是不是 如果說買的低的話 當然有辦法 那目前是還沒有辦法畫上升虛失線啦 或許沿著五日線去操作也OK 那就是簡單說 那這個光潔 對今天介紹非常非常多場都長這樣 那光潔之前其實也撐得好好 但是昨天是有一個小小警訊啊 就是可能稍微跌破這樣子 不過如果是昨天的我 我還是覺得說應該還沒有正式跌破 不過今天就真的他直接 也不算開得很高 因為今天基本上蠻多是開高往下殺 他沒有開得很高然後開始往下殺 所以基本上這一檔呢 嗯就一樣啦 就等待吧 等待這一波底部這邊要接再接吧 真的是六七到七十這邊附近 然後我看一下我沒有做 對這檔我也沒有 好我們就一起來射吧 我們來七十 就是等待較好的價格吧 因為目前的看法就比較簡單一點 好那我們的大同就是之前說壓力嘛 就是希望大家不是在昨天追進去 真的是希望啊 因為如果說你有看過影片的話 基本上這邊就是一個多方的指引位 然後空方的位置啊 對因為那時候說 到這邊我一定空嘛 對不對 然後就到這邊三屬 所以今天 基本上就是三十七到三十五 是他的範圍 所以三十七是一個大壓力 然後三十五原本是支撐 今天又順勢跌破 那這一波會跌到哪邊 其實不好講 因為這邊當初他也是這樣跌得很兇 這樣直接跌下來 所以如果是我要做進場 我會抓到比較低一點 那目前的看法 我覺得會抓向大概三十一塊吧 真的就是三一跟他之前的底部的位置 那當然有可能這邊就卡住啦 有可能這個地方就卡住 那就看自己要不要在這邊這樣一路接下來 或是說等待他跌到這邊附近再去接多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全顆 全顆剛好完美match到我們的什麼 上些形態啦 那有可能是湊巧 啊剛好 對真的是這樣 因為可能就是剛好拉他這個位階 剛好發生這種 就是幾乎每檔股票的暴跌 對然後他剛好完成了我們的上些形態 那目前呢 有機會跌到三十七塊吧 就三十七塊就之前的他的這個撐的點 對就是三十七塊 所以這一波 對就是如果說一樣啦 如果說可以守住今天的低點 然後再次反彈的話 應該還是有一個上升的力道 不過我覺得還是會以空方為基準 這個就比較不會像那時候畫的這樣子去接 當時候也是說 我會比較偏空啦 跟那個滑幅很像嘛 對不對 就是大級別的這一個 呃上些形態 好啦 那我們十檔大概講解到這邊 那一樣喜歡我的影片呢 就幫我點個讚 再幫我訂閱起來 那祝大家操作順利啊 如果說看不懂真的就不要操作 等待反彈 然後我們再去做工 或是說等待真的股市 有一波像 呃之前的小小的這樣子的一波 小多頭的話 再做進場 會比較輕鬆一點 好 那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